吃上这个面包的时候 我就觉得怪不得 现在怪兽不厌食没那么火了 好 这是您的可可呀 上回吃怪兽不厌食的时候 被他们老板安利了爱小麦 那走吧 咱们今天就去尝尝他们家怎么样 我真的是一个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能手 人家分明是个外卖店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在这个 从这儿进去 我看到了 就这儿 爱小麦 我还在犹豫什么呢 肯定是这一坨 哈喽 我现在出现在了麦当当 来试一下刚才咱们买的面包呢 整整两大袋 这个是芝麻核桃软凹包 这个内馅看起来有点好吃啊 它的内馅不甜 完全都是那个坚果的香味 还有黑芝麻的香味 好吃好吃好吃 吃上这个面包的时候 我就觉得怪不得现在怪兽不愿迟没那么火了 它这个面包其实就是那种现烤的松软的面包 怪兽不愿迟因为冷藏过 所以它有一点 我已经咬了一口了 我已经咬了一口了 还这么多 十几块钱的零褶汤面包 做成这样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看面包起来很有嚼劲 你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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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打了桂花 这个好像是桂花燕麦的 它里面的桂花真的好多呀 喜欢吃桂花的 买它 一口下去就感觉像在嚼桂花花瓣 这个内馅好像是绿豆沙 然后真的是摻加了好多桂花 现在这边还有这种洞洞 它那个洞洞的地方就是燕麦 这一款整体都很湿润 可能是因为玉豆馅比较润 不过香米之下我更喜欢 那个黑芝麻的面包起来 它有一点嚼劲 这个就比较软肤的那种感觉 哎 我要试下一个燕麦了 我还买了一个燕麦芋泥的 这个怎么长成这个样子 哇塞 这是什么 这是奶酪芋泥吗 这个地方这种黄黄的 然后上面是桂花 这边紫色稍微发白的 这个地方是芋泥 芋泥的软绵和清香 乳酪的一点酸酸的味道 好吃不腻 刚才那一口真的有空口吃馅那味 它们面包体可能做的稍微差点的意思 但是真的 这馅还想上面包体啊是不是 不过这款芋泥量是稍微小一点的 好像只有刚才那一坨被我吃没了 接下来我想来试一下这个小不点 这个是反正一个什么新品 然后贼便宜 我就拿它来错单了 紫米麻薯小欧包 它这个有一点那个紫米雪糕那个味 但是没那么甜 这个麻薯 还可以 可能因为量太少了 感受不了它的存在 但是这个面包 后面那个面包更好吃一些 比较湿软 湿软又不湿又嚼解的感觉 下一个下一个 这个应该是那个南瓜的吧 南瓜乳酪 这南瓜的样子就像是 刚蒸出来给它塞里面了 完全就是零添加呀 这面团好吃哎 我刚才没有吃这个内馅 这一口面团全都是南瓜的清香 那好有一斤年的奶香味 像极了我小时候吃的那种 南瓜小馒头 就是吃上了它的南瓜内馅 但其实我觉得 这个南瓜和乳酪放在一起 会觉得这个南瓜坏了 上一个面包举的真的很喜欢 这个是金枪鱼芝士火腿软鸥包 这内馅还是有点足的 火腿 金枪鱼 还有芝士块吗 我能说这个内馅有点咸吗 当入口是火腿的那个味道 然后后面金枪鱼的味道慢慢出来了 但是有点咸 真的咸口面包对于我来说 大红小意 这个金枪鱼的味道没有那么优质 他们家里面还有两个咸口的 一个是培根的 一个是咸淡黄的 我觉得咸淡黄的大家可能还能试一下 最后一个了 抹茶红豆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这里面有红豆 我本来是想买他们那个 一个抹茶什么的 反正我去买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了 没有办法就 帮你们来试一下他们家红豆甜不甜 这个里面好像就是唇 哦 不是 有一点点的乳酪在里面 抹茶面团还是挺好吃的 咱吃这个内馅吧 怎么就成这个样子呢 这个红豆吧 让我有一种吃炸糕的那个红豆泥的感觉 不像是自己做的红豆的 我以为它会比同样少好吃 今天总体是下来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吃面包的宝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吃软面包的宝 买他们家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那个黑芝麻的 还有那两个桂花系列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到底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哦 下期我们再吃点别的吧 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